清晨 雾气还没有散去 晋云的山山水水还游历在睡梦中 河水缓缓地流动着 将晋云这座古城轻轻地从睡梦中换现 眼前这条溪水称作好溪 千百年来 它载着晋云的历史苦苦流断着 送走来一个个寒暑东下 与一段段纷繁世事 今天凝固在这里的除去山石泥土 就只有着处理于溪水北岸的古老院落 独风书院 回想历史 当年学子们的读书生 应该如这般花花流动的河水 朗朗动听 时至今日 书院像一位被时间遗忘的老者 静静地处理着 走近它 只见它的院门极小 院门外的几棵大树 一直将农荫伸进院内 斑驳的石碑上 记载着书院的历史 院门上额刻有 读封书院四个字 历史记载 这座小小的书院 已经拥有八百年的历史 它被称为宋元时期八大书院之一 它的创建 更与一位历史名人 嬉戏相爱 它便是宋代理学大师 朱熹 大家知道朱熹呢 是南宋著名的一个理学家 思想家 哲学家 他也是一位诗人 也是这个理学里面的 敏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了 所以事称朱子 他是孔子和孟子以后最杰出的 弘扬儒学的一个大师 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家 朱熹呢 以及他的弟子 以书院作为一个阵地 寿寿相传 建立门户 确立了一个血统 他们开创了这个书院传统和精神 很多著名书院都留下过朱熹的足迹 白鹿书院 月鹿书院 鹅湖书院 双桂书院 朱熹对书院有着浓烈难舍的情节 他将一生中的主要经历 都用于讲学和著书上 而他所到之处 每一座书院都留下来 诸子兴学的诸多艺文佳话 那么眼前这座小小的独丰树院 与朱熹又有着怎样的渊源 晋云这片土地上 又留下了多少朱熹的印记 回首当年 朱熹与晋云的第一次相遇 并非是为讲学而来 而是另有引擎 那是在南宋淳熹九年 浙东发生饥荒 官吏却依然盘薄 一时民不聊生 怨声载道 于是朱熹又再向王淮推荐 去到泰州任职 淳熹九年 浙东遭灾 当地的民众是卖田卖物 卖儿卖女 连那些世子患族都冷为了乞丐 所以朱熹 他以刑案的身份 来主持当时的救灾工作 所以到这以后 他微服私房 调查实力 对那些贪污的官吏 那些劣迹 他是截二连三的 上书 唐和那些不足的官吏 当时的台州的知府 叫唐忠友 这个人就是他重点 弹劾的一个目标 朱熹是六上奏章 年词的弹劾了 在这个荒哉之中 一就是摧笔税租 贪到残名 有这么些劣迹的 这个唐忠友 唐忠友他也不是耿献之辈 所以这个唐忠友 他不服这个弹劾 上述辩解 双方是交张负助 那么距离力争 可以说是 这个基辅士在以命相搏 但是朝廷却偏偏不知可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朱熹只好是以行动作为抗争 他就是以这个等待朝廷的旨意 为理由就离开了台州 这样他就来到了 这个离台州不远的晋云 晋云是自古以来 这东地区的一块山水乐土 朱熹徜徉在这幽静的山水中 身心也许能够获得稍许放松 然而如桃源般宁静之地 并不能掩盖 弹劾唐忠友事件 给朱熹带来的困扰 这件事情背后 有着异常复杂的背景 这个朱熹六上奏章 年词他和唐忠友 那么这个事情 不仅对当事人 唐朱这两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影响到南宋的儒血 从一个侧面 生动地反映到当时这个政治和思想斗争的状况 朱熹他理切到上书 那朝廷他为什么不给个答复呢 这个人呢 是跟朝廷有不少的人支持唐忠友有关系 特别是当时的这个丞相王淮 他就故意隔着增短 因为他和这个唐忠友啊 是儿女亲家 所以他一方面在包庇唐忠友 同时呢 他也认为这个朱熹的这个奏章里面啊 有很多这个罪名 其实呢 是一面之词 别人说是这个朱熹呢 公款 客书 还交往宴记 他揪着这些细节的大作文章 这个就未免有些抛提 那么 一般人认为这个朱唐之尊呢 实际上是 这个不同的学术派别之间的这种论争 当时的理学盛行 主要派别的 变成有朱熹的朱学 还有这个吕左前的吕学 陆九渊的这个陆学 可以说是三左鼎立 互相公解 那么唐忠友呢 他是这个宇宙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所以朱熹啊 才会这么弹劾他 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人呢 除了这个王怀之外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人都这么看 其实当时这个皇帝啊 在某种程度上呢 他也是接受这种观点的 王怀本想拖掩奏章 息事宁人 但是由于朱熹执意 连续六次弹劾唐忠友 作为儿女庆家的王怀 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于是他让唐忠友写自辩书 与朱熹的奏章一同呈现给皇帝 这个王怀呢 他把朱熹的这个奏章 和唐忠友的这个自辩书 一起来给皇帝看 并呢从中说情 提出这个朱熹啊 和这个唐忠友之间的这个矛盾呢 纯说是书生秀才之间的一个 一个增值 所以就要这个规劝皇帝呢 不要追究这个事 是吧 那么同时呢 王怀呀 他也得想办法 从中这个居中调停 像解决这个朱熹之间的矛盾 他既然是这个调停呢 以王怀自己的这个身份 他是不便自己出面的 所以他就显成了 一个能言善变的活蛋 这个活蛋这个人呢 嘴比较巧 所以就派他呀 追着朱熹就来到了晋云 虽然河旦尾随朱熹来到晋云 力图化解朱唐二人的矛盾 但朱熹却对他不予理睬 来到晋云后 朱熹每日里 陶醉在这秀美的景色中 民国福建通志朱熹传中 说他 闻有家丘贺 随御徒数十里 必网游 写遵酒十饮一杯 静日不倦 可见他一进入晋云 就被晋云仙都 燕门山等地的 以拟风光 给深深迷住 晋云虽没有 大山大水的磅礴气势 却与平淡素养中 别有一番韵味 没有世事纷扰 独有一份从容与沉静 在仙都读风讲学期间 朱熹写有 一和仙都 徐氏山居运一诗 表达了他对 静云山水的喜爱之情 出秀顾云 易自贤 不妨王室任连环 皆安盘驳 望归去 必见修云 似顾山 经历了唐和唐忠友的复杂事件 静云的这个宁静秀美的山水 自然给朱熹就带来了不少的安慰 出秀 孤云 易自贤 就表达了他的这种难得的放松自在的心情 仙都顶湖峰 风光以你 当年的朱熹也曾在这里驻足欣赏 顶湖峰附近有大小两石洞 与龟蛇两山隔西相望 俗称望归洞 就因为朱熹游过此洞 并由解安盘驳望归去的诗句 所以后人就将望归洞改称为望归洞 朱熹尽情游览着静云的山水 静云的土地到处都留有他的足迹 先渡尼翁洞 相传故事有尼翁隐居于此 唐代静云县令李扬兵 转书尼翁洞三字 刻与巨石之上 因为洞口正对东方 清晨红日从马鞍山喷博而出 故而尼翁洞又称出阳洞 朱熹游过此洞 并提写了出阳山三字 耿直爱国的朱熹 在静云期间听说 永家还留着秦桧的祠堂 于是就立即发布了悔辞的文告 痛斥了这位大奸贼的卖国行径 可见朱熹虽远在静云 但心中依然关心着国家大事 游走山水之间 朱熹依然没有忘记宣扬礼学的使命 他在读封美化两地数次讲学 并且先后收受陈邦恒 陈邦耀两兄弟和朱氏六兄弟为门神 受王怀之托 尾随而来的河淡 见没有机会调停 于是在燕门山石壁上 留下小制壁三字磨牙石刻之后离去 河淡也算不需此行了 而朱熹留给静云的 绝非只是几个字可以衡量的 他的到来将留给静云 更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身为一代大师 朱熹带旨来到静云后 没有因此而消极落寞 因运在静云山水间的 弦翼与灵秀之气 慢慢运贴着他纷乱的思绪 让他获得难得的宁静 他依旧读书讲学 他的到来更让当地的文人相声 深感荣幸 学子们纷纷前来 宁听他授课 朱熹寻学善用 一点一点传播着他的理学思想 朱熹继承了周敦仪 成一成号的理学思想 而且兼裁世道各家思想之常 形成了自己庞大的一个哲学体系 这个体系里面的核心范畴 就是这个理 朱熹所谓的理 有这么几方面的互相联系的含义 第一个 就是理 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 形而上的一个存在 第二个 这个理指的是事物的规律 第三点呢 这个理还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朱熹又称理为太极 一方面这个太极呢 包括了万物之理 另一方面 这万物当然也就体现了整个太极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 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 它是形而下的 是有情 有状 有计的 它具有凝聚 造作 等等的特性 读风书院前边的好西 里面的倒影清晰可变 像当年 也许朱熹曾对着流动的好西水 捧卷阅读 有所触动 得出读书的感悟 昨夜江边春水生 芒冲俱见一毛青 向来枉费推一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首诗非常有名 富有启发性 而且可以说是历久弥新 半亩大的池塘跟明镜一样 映照着来回闪动的天光云彩 要问这池塘怎么这么清澈呢 原来是有活水不断地从源头涌来 它的寓意非常深远 以源头活水比喻学习 要不断地吸取新的知识 才能有日新月异的进步 烛光下 朱熹还在埋头苦读 她深情专注 丝毫没有注意到深夜的来临 她时而执笔卸下心得 时而起身徘徊 她的思想在这夜里慢慢生发 似乎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朱熹的读书法呢 有六条 这六条是什么呢 循序渐进 熟读经思 虚心寒勇 窃及体察 着紧用力 拘禁吃智 这是由朱熹的弟子 对朱熹读书法所做的一个集中的概括 晋云的宁静 无疑是适合读书钻研的 也许朱熹也曾想就此 寄托在晋云的山水中 专心著书立书 然而 仅仅数日之后 这种清静的日子就被打破了 她等来了朝廷的圣旨 结果令她愤懑不已 朱熹谈和唐忠友 朝廷没有给予答复 一直等到八月的时候 朝廷终于要 这个哲熹的提督 出面了办理唐忠友的案子 但同时呢 又把朱熹改任 这个江西提刑 那个江西提刑呢 原来是唐忠友 他在那儿的一个位置 唐忠友原来就担任这个江西提刑 所以这个事情就非常具讽刺意义 是吧 起码了人家就说 你朱熹就冲着人家的位子来的 所以朱熹呢 就感到很窝囊 史书上说呢 朱熹啊是 祠不败 遂归 且其奉祠 所以这个奉祠呢 就是这个管理这个祠庙 是一种 当时应该说是一种 有冠无执 就是说这个 官无执守 有路无事 但是住所呢 也可以说是碎天真变的 你住哪儿都成 所以对这个朱熹来说 这可以说是他 像朝廷的 这个一种 我们说示威 或者说抗争 可能是有点过分 那这个应该说 他的一种 这个表达自己不满的一种方式吧 朱熹怀着满腔愤怒与不平 离开了晋云 短暂的宁静后 又开始奔波于 繁俗的世事 朱熹走后 晋云的青山绿水 似乎少了些许灵魂 他们还能与朱熹 再一次相遇吗 时间变换中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冬天 宁静的晋云 笼罩在一片寒烟冷雾中 略显寂寥 此时一位故人 踏上了晋云的土地 他就是朱熹 此时的他 心境也如这冬天般寒凉 因为他的仕途一再冷淡 朱熹这个第二次来晋云呢 大概是在纯熹九年 也就是182年的11月 这个宋史 《道学传三》的朱熹篇说 昭一喜 类其奉词 可差主管 台咒 重道观 那么于是呢 他就奉昭 这个赴台咒去奉词 因此呢 他又再一次露过晋云 不过他这一次露过晋云的时候 无论是这个宋史 还是他的年谱 都没有什么记载 光熹年间呢 这个《记忆宪制》里面 他也紧紧的记载了一个叫 陈邦月的人 他写了一首宋考听这个朱夫子赴天台 这么一首宋考听这个朱夫子赴天台 雷马踏残月 何策登叛宫 入门见先生 先生何从容 寻寻善幼能起下 请好因得赴长松 短情相对三百六十夜 高潭雄便 磊落卧胸中 吴王求是苦匆匆 为许先生久卧龙 成葱之上天台路 只缘此去何有从 乌细许 小宅从此冷如水 鸡眼昭目 泱泱泱耳 空流降障照孤灯 窗外西风起寒尾 这是南宋时候的陈邦月写的 《宋考听朱夫子赴天台》 陈邦月这个人呢 是朱熹在晋云收的一个弟子 这首诗里面既写到了 朱熹寻寻善幼 能起下的教学 又写到了 吴王求是苦匆匆 为许先生久卧龙的一种希望 表达了对朱熹怀才不遇 试图坎坎坎的同情 朱熹再次路过晋云 心情也许是极为复杂的 他看透了官场险恶 奏情奉辞 甘当贤职 他以自己不屈的傲骨 同现实做着斗争 此时的他 也许就像天上的孤云 闲看人世的百态 放逐着自己的思想 他像一片云 轻轻划过晋云的天空 却不曾想到 他将会给晋云 带来如春雨般 绵远的影响 而他这朵孤云 又将飘向何处呢 朱熹的一生 只在树立礼学 实至成为统治思想 但因理学初出 影响不深 同时朱熹在官场上 因品性耿直而得罪全臣 致使他晚年 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 清元元年 也就是1995年 朱熹的支持者赵鲁瑜 受到了寒拓州的排挤 被罢免了相位 那么寒拓州呢 这个时候的试炼是顺激一时 因此朱熹啊 他这个过去参加过寒拓州 这个赵鲁瑜啊 攻击寒拓州的一些活动 所以寒拓州呢 这个时候就发动了一场 抨击理学的运动 到这个沁阳二年 有个叫这个业主的人上书 要求这个除毁 倒写家的注册 然后如果这个科举启示 凡是涉及到 沉住理学的 就一概不漏用 当时有个建厂御史 审计组还列举了 这个朱熹的十大罪状 是欲直直死掉后快 史书上都用了两个 比较可怕的字眼 叫什么呢 秦斩 朱熹的那个得意的门生 蔡远定也被被捕了 而且被压接到盗州 一时间这个理学啊 可以说是斯文扫地 他这个理学呢 被持为这个伪学 朱熹呢被持为伪师 门徒被持为这个伪徒 那么林宗赵阔呢 他也移改这个旧态 下招宣布 说凡是举荐为官者 伪学之事是一律不起 清元六年 也就是一二零零年 三月初九 备受打击的朱熹 在建阳家里面 是忧愤而死 朱熹带着遗憾 离开了人世 但静云的人们 并没有忘记他 为了感念朱熹 给静云带来的诸多慧泽 静云人将朱熹讲学之山 命名为朱山 朱熹讲学时 曾经修砌的山洞 称之为慧翁洞 还有慧翁岩 朱潭 朱潭山等等地名 朱熹的名字 已经融入在 静云的山水之间 再也无法分开 他与静云的相遇 虽然短暂 他所开创的书院精神 却止入了静云的骨髓 在朱熹离去之后 他的学生建读书堂 与仙读研 宝庆三年 在清田近市 叶四昌提议下 人们又在顶估对面的 浮虎岩下 创建礼殿 作为讲官之所 已是纪念 此后 静云近世出身的 户部尚书 拨款扩建 名为读封书院 从此 这里的朗朗读书生 不绝于恶 这座读封书院 安静地坐落在 秀美的静云 一批批优秀学子 相继在这里 滋滋以求 汲取着知识 自从元代 孔子的第五十四世孙 孔林 出任都封书院院长 克孔子相 立于书院后 都封书院便积身 宋元八大书院行列 现在的都封书院 大概是建于1873年 清朝的静云的支县 何来荣 是改制重建的 他把这个书院 从原来的顶湖的对面 搬到这个好山脚下 如今的都封书院 已经走过八百年的光阴 院内的鹅卵石上 长满绿绿的小草和苔蟹 略陷沧桑的院里 再也听不到 朗朗的读书声 留下的只是一片 历史过后的沉静 静心回想 我们似乎还能想象 朱熹当年讲学的情景 朱熹的伟大成就 凝固在历史的长河中 而它留给静云的影响 恰似读方书院门前 这条远远流动的好溪水 绵远伸长 阿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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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